一层的这个实性 也就是说所谓灵犀成 那么佛陀说 这个灵犀成仍然是无自性 本来还是空 所以或为因缘 即以自然性 自然就是无因 因为外道连因缘都不了解 哪里了解如来藏性 这些因缘法 有根层产生的性 或者是外道的无因 完全出自于哪里 皆是世心 分别嫉妒 意思就是一切众生 不能离开妄想颠倒的意识心 一切众生不能离开 执着的意识心 一切众生不能离开无因的意识心 一切众生都没有办法离开 颠倒妄想分别的意识心 都没有办法 诸位 这个世心 如果好用 这世间来讲的话 就叫做经验 可贵的经验 最好的发挥到极处 文化的种种经验 语言的经验 把这些科学物理种种的经验 这些通通叫做世心 只要你有所分析 就像这世心 诸位 佛法跟世间 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里 诸位 把笔放下来 我这里讲的 如果你悟得出来 就见性 就在当下 悟不出来 就会很麻烦 譬如说 譬如说 有一个人 你们两个人 两个人 在讨论 在讨论 讨论对方 假说 对方很有钱 义就说 这个对方 这个个性很古怪 我看到他没有什么钱 然后假又开始说 义又开始说 看到一个人就开始 一直讲 一直交叉 一直分析 一直交叉 一直分析 一直讨论 一直讨论 累积中东的经验 一直讨论 某一件事情 这个就叫做 意识心 皆是识心 佛法不是这样 他不能一直 一直一直继续分析 佛要告诉 你要进入佛的灵意 单刀子就告诉你 这个人不存在 没有东西可以讨论 你知道吗 不见义物 名为见道 不行一行 名为佛行 不注意法 名为正法 就是你所讨论的 这个元旗的像 那当体就是空 没有东西可以讨论 单刀子路 就超越一切表象 气路如来掌线 世间法 就是世心 分别嫉妒 出世法 就是超越 这些 世心嫉妒 烦恼 所以世心 就是我们所讲的 执着啊 分别啊 讨论啊 所以 佛陀在经典里面讲 两种事情 一切众生 没有办法超越 两种事情 一 以言 因生 恨 一切众生 难以超越 以言 因生 我们每天 都必须接种 以言跟因生 因生过日子 我们依靠这个来沟通啊 所以一切众生 难以超越 以言跟因生 第二 这第一点 很难超越 第二点 每天发生的事情 很难忘怀 很难超越 每天发生的事情 两种事情 是一切众生 最难超越 最难断的 就是以言 因生 每天发生的事情 很难去体悟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然心不可得 一切众生 差不多今天发生的事情 就一直放在内心里面 耿耿以反 认为有东西可以讨论 有东西可以讲 有东西可以计较 有他 这个对象可以烦恼 一切众生 就是这样子 过日子 注意看 皆是四心 分别嫉妒 但有言说 多无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